我们先帮大家看一下 昨天一个美国股市当中 当个股非常受到大家关注 就是Tesla了 因为Tesla昨天在美股当中 涨了快8个百分点 那Tesla突然的一个喷出 题材是什么呢 最主要就是因为 这个Tesla在柏林新社的 一个超级工厂 正式的一个开幕了 那这次它是赤字了 50亿美元在欧洲建造的 第一座工厂 也是Tesla全球第4家的超级工厂 预估这个超级工厂开动之后 将会达到年产量50万辆 那么专家认为说 柏林超级工厂会助攻Tesla 会重新称霸欧洲的电动车市场 第一批的德智Model Y 也正式的进行交付了 所以股价在昨天进行一个大涨 所以连结回来 我们看一下相关的Tesla概念股 在今天盘面当中 包含了铜心电 包含了华福股价 表现还不错 还有没有福冰呢 来为您连线讲到专家 是分析师许峰路 峰路好 平均各位请问到这边 有大家午安 好 丰富期在昨天盘面当中 就帮大家追踪 车电股楼奖在前面 那又看到了昨天的Tesla股价 大涨快8个百分点 今天带大家看到 像同心电 华福 这种跟车用相关题材的 再度出现了 比较明显突袭的表现 如果说啦 这Tesla的一个股价表现 持续往上来做表态的话 相关的电动车题材 热度是不是不减 还有没有哪些可以注意的 好 我想我们昨天已经提前 跟大家报告说 看到美股的一个上涨内容 你先去找寻相关有机会的个股 一定要提前布局卡位 才会有机会 那你看 我们昨天已经提前跟大家讲 Tesla昨天已经要站稳900块 那马上又要往上挑战1000块 结果昨天大涨超过7个百分点 接近8个百分点 所以我们昨天在 跟停车电线的时候 特别讲到说 我们看到华福又公到涨停板 那华福是什么 华福是所谓 Tesla的Model Y的 中共平台的一个供应商 那又有未来的一个 车体轻量化的题材 所以它率先公到涨停 我现在先跟大家讲 那除了车体轻量化之外 你要赶快去看什么 看重链桩嘛 所以在跟大家讲 二手武器的飞红 还特别提醒大家说 昨天它的价格 其实离台尼斯木线真的位置 其实并不远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 虽然在季线之下 但季线趋势向上 那今天往上再公 所以在今天里面 我再帮大家再找 有没有相关题材 好 那我今天在看到 最重要的 就是我先前有请跟大家提醒过 那今天 我看到它的一个 昨天业绩发表会 又是出非常正面题材的代号 5309的系统店 那我觉得今天 大家应该要特别去做留意 因为昨天 5309的系统店 它特别又做了一个 业绩发表会 它内容其实写得非常 发表得非常有趣 就是它说 因为它现阶段 全车系的特斯拉 都已经全线导入 蓝牙胎压蒸车器 我先跟大家报告 为什么要这一点 要特别提出来 因为过去传统的胎压蒸车器 它比较容易用 新能源车 这种智能车 很多的电脑 很多的感应器 它会有所干扰 但是透过蓝牙连接之后 它就没有干扰 这也是它导致 它全线要采用的 一个关键 那么从今年来看的话 全球在整体的 这个胎压蒸车器市场 大约有三亿颗的 一个水准 那光是系统店 它一整年 大概就是一千万颗 那这个量非常非常地大 供不应求 而且我再去留意到 它相关的一个题材里面 跟国内亚 跟它一样 有这种胎压蒸车器题材 像2231的卫生 请大家看 它估价多少钱 160几 那5309的系统店 它现在一段是 国内蓝牙太大 正式的龙头 那我会认为说 这边听完 它的一个发表会 我再看一下 它的一个技术形态 我们上个星期 跟大家讲 刚刚在极限 但是在这里面 它居然 站稳基线第三天 那表示基线正式站稳 而投信的买盘 平均价 就跟昨天 我跟大家讲 飞鸿 大家如果去看 它的一个实目 价格其实没有离很远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投信其实在系统店 买进的价格 1月24号 当天收盘价38.2 接连每天买600 500 500 500 平均价 大约也就在 40元上下 那这边 离投信的一个买潮 的一个价格 其实就很接近 我觉得今天这个大盘 在整体的一个走势上面 很多股票 尤其是高价股 它冲高回落 因为什么 涨太多 但如果你绝对价格便宜 那今年的一个涨势 还会很好 那以它去年的一个 获利大概0.62元 今年的一个法院预估 大约都有接近 2块5到3块 那个这是一个 值跟量的一个飞升 我当然认为投资朋友 在今天整体的一个 自用电子股里面 尤其是在特斯拉供应链 既然有昨天跟大家讲 飞红的这个经验 那今天的一个形容 我觉得投资朋友 可以好好地做留意 好 那风路 今天还有一块族群 我想来跟你做讨论 这个相关的解封题材 今天带动了 包含像是航空 还有观光旅行社的 一个题材 在今天排面当中 表现还不错 我记得呢 你5706的凤凰 还有2731的雄狮 这两档个股 都有追踪过 但是呢 今天的一个价位 到底还是不是适合买 我就要请你帮大家好 好好来解一解咯 第一个 5706的凤凰 今天是浴火重生吗 创新高流上影线 今天还适不适合 来做追满 因为毕竟今天上影线的 一个个股蛮多的 那今天代表是 有人在落跑吗 那么熊师的部分 这三月份 其实沉睡很久了 不过如果 我们拉长一点来看 有点接近三角收敛 快要突破表态 有机会来做一个苏醒吗 前高压力区到底 能不能过 你会怎么看 我想用一个提前布局 考虑的概念 大家都可以看到 其实相当的有机会 那我们先来说 5706的凤凰 我们在3月17号 今天要特别跟大家报告 我说它创新高 已经拉回整理 将近八天 那量缩 请大家注意 爆量创高之后 它通常缩量整理到不低 然后接近月线 或者是十字线支撑的时候 它就会开始有机会转强 那我们再看一下 那外资的一个买盘 3月17号 其实外资也是大买 所以我们当天 在前两天 它决定先布局 我就跟大家报告说 这边应该有机会 做一个布局 当天的一个价格 大概收盘是64块6 那今天 当天最高是675 今天其实盘中有过675 所以它晚上供 直接供到创新高 那这边的一个创新高 量能这边来看的话 还需要继续补足 因为你要过前波的一个大量群 你就要开始展开 滚量上攻的一个态势 我倒是认为 刘尚引线 今天的一个情况很正常 因为啊 人大盘都已经博了缺口 它本来就是 来到前波的压力区 压回来 你要去留意到它 接下来解封的时程 我认为解封 没有正式的一个确定之前 相关的一个解封概念股 应该都还有高点可起 那2731的一个熊市 我们之前跟大家报告那一天 报告完之后 它创新高来到113.5 但当天的量太大 量太大 它当然也心里有休息整理 那先阶段带头的 应该还是以凤凰为主 毕竟熊市去年亏损还比较大 但是啊 它今年我跟大家报告说 它每个月都在增加 新的一个人力 它要应付下半年正式解封 所以未来如果一旦解封 它的一个营运转机性会最强 因为它人最多 新增的一个优源最多 那技术面上面来看 它今年啊 其实涨幅也没有凤凰这么大 那又是国内最大的旅行社 那我会认为说 它还有投资到相关的一个饭店 还有就是相关的一个 这个旅游的一个 这个景点 那我会觉得说 如果以这样来看的话 它的价格在这边 请大家注意 像这样的个股啊 只要量缩 然后买黑不买红 好 你操这样的操作 我认为长线来讲 前波的高点 应该都有机会去做一个挑战 我认为长线来讲